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。 你终于死了,你知道我等这天等了多久吗? 从地震里,看到你两条腿像块烂肉,只剩下一点皮,连在大腿上开始。 我就在想,真恶心啊,你怎么没死在地震里呢? 五年啊,我终于等到你死了。 哈哈哈哈,你不知道吧,我听到你的求救声了,但我没有告诉搜救人员。 没想到你命这么大,这都没死。 要不是周伯岩那小子,疯了一样手都发烂了,你早就没命了。 为了救你,他到现在都还是植物人。 听说快死了,死后,我以灵魂状态苏醒那刻,听到的就是这段话。 那个我为之付出生命,失去双腿,在地震中就回来的男朋友,在我尸体耳边亲口说出的话。 我看着他白天在摄像机闪光灯面前痛哭流涕,诉说对我的不舍心痛,说要和我一起去死。 看着他在人群走后,抱着我的主治医师,在我卫良的尸骨旁拥抱亲吻。 满天飞舞的衣物,落在我透明的棺材上,落在我微笑的一向前。 我从地震被救出后的这五年里,蒋成开设了一个账号,记录了他每日是如何亲手照顾我,为我把食把尿的。 他给自己成功地打造了,不离不弃的深情人设,吸引了一大批粉丝。 后来他开始直播带货,美其名曰。 为了赚钱,给我更好的治疗条件。 五年里,他靠深情先生的名号,赚得盆满钵满。 可笑的是,直到我双腿感染危在旦夕,为了不拖累他,我拔掉自己的氧气管那刻。 我都依然相信他所说的这一切。 他说,只是想记录你每天的样子,让更多的人为你加油打气。 我看着他以我的名义开设网店,打着将盈利的一半,捐赠给妇女儿童救助的旗号后,每日过得灯红酒绿。 听着他和我的主治医师,躺在床上抱在一起,他们在回忆当初,是如何将我还有救的双腿一点点毁掉。 你真聪明,还好你当初把他那双腿弄残了,拍视频,不然现在哪赚得了这么多钱。 就他那双腿,到处都是疙瘩,坑坑洼洼,每天拍视频看一眼都想吐,弄断看着顺眼多了。 而且他那个腿,就算治好了,也是个脖子。 还不如搞断了脉残,给我多赚点钱,哈哈哈哈,呵呵,原来我的腿还有救。 原来,这一切都是假的。 我捂着剧痛的心,离开了这个困住我六年的牢笼,灵魂飘荡回我的墓前,却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 周博言,他还活着,那个在地震中为了找我,双手被石头磨出血,露出骨头,却在鱼震中为了救我,被石头砸成植物人的英雄。 隔着墓碑,我望着他行销鼓励坐在轮椅上的身子。 嚎啕大哭。 墓碑前,周博言看着照片上笑容灿烂的女孩,捂着撕裂的心倒了下去。 周博言,周博言,我猛地惊醒,却发现不在目的,周围的一切,是如此地熟悉又陌生。 我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后,捂着火辣辣的脸颊,确定了,这不是梦。 我连忙拿起手机,2004年2月14号。 救命,我怎么会重生到地震这天? 那年的地震,是下午5点12分发生的,不管这一切是真的还是假的,我必须尽可能的,让更多的人安全地度过今天。 来不及思考,我冲进储物间,找到两个电瓶车头盔,一边狂奔,一边给自己戴上。 路过隔壁邻居家时,蒋成正好开门出来,助兴染。 你干嘛去,不是说下午一起打游戏吗? 我打你吗? 滚远点,我没理他,看着关闭的电梯门,心脏开始狂跳。 还有二十分钟,来得急的,一定来得急的。 这辈子,蒋成是死是活,和我没有任何关系,我再也不会傻乎乎地像上次那样,危险来临时,为他垫背。 这次,我只祈求,老天,不要让他死得太轻松,我给物业打电话,启动一单元,有没有一个叫周博言的男生。 我捡到他的钱包了,钱包里有一千块钱,和身份证。 你叫他十分钟之内,到小区的篮球场等我,我只给他十分钟。 不然我就把钱都花了,然后拿他的身份证去大保健,挂断电话后,我冲进小区的广播室,在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,按下广播按钮。 温馨家园的朋友们,五分钟后,小区篮球场内将举办免费送鸡蛋大米的活动。 前五名的朋友,还可以免费领取四十九寸的液晶电视一台,先到先得,过时步。 广播的按钮被反映过来的工作人员大妈关掉。 哎,你这个小姑娘怎么回事? 你这个活动找物业申请审批了吗? 我闭着眼开始瞎吹,早就申请了。 刚才王主任打电话告诉我的,大妈将信将疑,我立刻下猛药。 大妈,这活动全小区都可以参加,您现在去,说不定可以领到大电视呢? 大妈眼睛一亮,推着我往外走,快走快走,我要锁门了。 说完,六十岁的她比我跑得还快,一溜烟消失在我的眼前。 别挤别挤,我妈都八十了。 挤啥呀,看着一窝蜂涌出单元门,朝着小区篮球场跑去的人群。 我松了口气,叮铃铃铃,我的手机突然响了。 是助兴染吗? 物业说,你捡到我的钱包了。 但是我的钱包就在家里,我暗骂一声,大脑疯狂运转,突然想到,我在墓碑前看到的那幕。 嗨嗨,周博言,你听好了,我喜欢你,我命令你。 一分钟之内到篮球场接受我的告白。 不然,我把你喜欢穿海绵宝宝内裤的事,发到小区业主群里。 让所有人嘲笑你,电话里传来噼里啪啦,一阵慌乱的声音。 我,我我马上来,就在我走到篮球场,看着手机上的倒计时只剩下两分钟,但周博言还没出现时,我咬咬牙,还是冲进了单元楼里。 没事,我戴了头盔不会死的。 刚跑到电梯门口,就看见周博言牵着一个小孩子,从电梯里走出来。 看到我,周博言一瞬间从头红到脚。 对,对不起,这个小朋友找不到妈妈了。 耽误了点时间,没时间解释了。 快跑,我拉着他的手,朝大门冲出去。 三、二、一。 轰隆隆,一阵剧烈的晃动,一楼大厅顶上巨大的水晶灯,强烈地抖动起来,叮令咣咣地发出催命的脆响。 快递架上的纸箱和外卖,梯里啪啦掉了一地,角落里,新年物业刚换的富贵竹在摇晃中倒下。 我拉着周博言,周博言拉着小朋友,在大楼坍塌前跑了出去。 轰,一阵巨响,身后传来惊天动地的碎裂声。 我们回头一看,一米高的巨型水晶灯掉了下来,水晶碎了满地,金色的塔形底下,压了一个人,红色的鲜血缓缓渗出,隐隐传来求救声。 欣然,你带着他去篮球场,我等会儿就来。 周博言将小朋友推给我,转身朝大厅跑去。 周博言,回来,楼要塌了,我急得团团转,不行,好不容易重生,他不能出事。 我把手里的头盔抛给他,然后蹲下对小朋友说,乖乖,你往篮球场跑,你爸爸妈妈就在那里等你。 等我冲进去的时候,周博言正满脸通红吃力地抬着水晶灯的塔座,微微抬起的金属塔座下,压着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。 是住在周博言隔壁,一个热心肠的邻居大叔。 我找到墙边放的灭火器,在他抬起来的那瞬间,塞了进去,撑起一点空隙。 然后将不知生死的大叔从塔下拖了出来,和周博言一起扶着他,缓缓走了出去。 砰砰砰,几块碎石砸落到地上,快跑。 楼要塌了,可是来不及了,在那块看不见边缘的横梁,砸下来前一秒,我只来得及将大叔和他往前用力一推。 轰,世界再次陷入黑暗。 祝星染,祝星染,你还好吗?祝星染。 回答我,求求你了,回答我呀。 呜呜,等我睁眼时,听到的就是来自废墟外,惊天动地的哭号声。 亲,我还没死呢,不必这么早哭丧。 嘶,我小声痛呼。 刚想爬起来,发现一个悲惨的事实,我被压住了。 我打开手机电筒。 刚才那根掉下来的横梁,斜着压在了我身上,如果没有戴头盔,我的脑袋怕是已经成一滩脑花了。 你没事吧? 周博言的声音从外面传来。 嗯,目前没啥事,但等会儿,就不好说了。 我的头盔死死地卡在了横梁下,脱掉头盔后,我的上半身勉强从横梁下挤了出去。 麻烦的是我的下半身,一堆水泥块压在上面,这熟悉的一幕,让我开始慌张起来。 不会吧,重来一次,我还是不能保住双腿吗? 我咬着牙,想将腿从石块里抽出来,但越来越剧烈的疼痛,让我停下了动作。 我有些慌张,周博言,我的腿,腿卡住了。 嗯,好痛,呜呜,我疯狂地扒了,压在我腿上的石块。 咚咚咚,伴随着小石块滚落到地面上,石缝外隐隐传来周博言慌乱的声音,助兴染。 别怕,我听见一楼大门,被他不断用力拉扯,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,大门被卡住了。 我去叫人过来,欣然,你一定要撑住。 等我,借着手机微弱的光亮,我大腿上,能被我搬动的碎石块,都已经扔到地上了,只剩下一块我无法撼动的巨大水泥板。 呜呜呜,完蛋了我的腿,好痛,同样的场景重现,巨大的恐慌,再次席卷而来。 明明没有就那个狗男人了,为什么还是这样? 周博言,你还在吗? 无人回答,世界安静的,仿佛又只剩下我一个人,和五年里无数次噩梦惊醒时,无处不在的,嘻嘻嗦嗦碎石泥沙掉落的声音。 呜,有人吗? 谁来救救我? 好痛,就在我再次陷入,池河拉撒都要靠别人,活在无数闪光灯下,毫无尊严的下半生的恐慌石,不远处,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撞击声。 砰,一阵巨响后,大门玻璃被人砸开,噼里啪啦,碎了满地。 周博言,丢掉手里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榔头,猛地冲到我面前,在检查完,我除了腿没有其他伤口后,将手伸进水泥板下,想抬起来。 可除了他满脸胀红和脖子上抱起的青筋,水泥板没有丝毫变化。 这时,跟在周博言身后的邻居赶到,围在水泥板周围,随着一声令下,一二三,抬,压在我腿上的板子,微微动了动,可还是不够,不行,我还是动不了,周博言红遮掩,我们再试一次,啊,帮助我的邻居们发出用力的吼叫,水泥板被短暂地抬起,露出缝隙。 两个灭火器,被眼疾手快地塞进,只维持了零点一秒的缝隙里,水泥板被灭火器和大家撑住,一双结实有力的手,穿过我的腋下,将我脱了出来。 助兴染,你你没事吧,周博言将我抱到安全的空地后。 想检查我的双腿,但颤抖的手,却停在腿边不敢下手。 我握住他抖得像得了帕金森的手,努力仰起嘴角,我没事,你别怕,还有知觉,只是有点痛有点麻。 邻居里正好有医生,他蹲下身,在我腿上按了几下,问我痛不痛,又撩起我的裤腿捏了捏。 放心,还好来得及时,只是被板子压了,血液不循环,这几天腿会有瘀青,可能会有点肿,擦点要揉个几天,就没事了。 见我没大事后,我们感谢过邻居,大家继续去搜寻其他人了。 周伯岩弯下腰,将我公主抱起,在篮球场边的草坪上,找了个空位将我放下。 他半跪在地上,小心翼翼地将我的小腿放在他膝盖上,用手轻轻揉着。 看着他温柔的动作,我有些恍惚,不明白,周伯岩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。 明明我和他除了高中是同班同学,并没有任何交集。 上辈子,我也是死后才发现,从高中开始,他一直在我身后不远处。 大学期间,周伯岩当交换生,在我们学校读了两年,工作后,周伯岩就住在我租的房子楼上。 在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后,不远处的居民楼附近,传来一阵喧哗。 听老王说,七栋一单元又发现一个小伙子,就那个每天关在房子里打游戏的。 可惨了,整个人被压的,只剩个头鹿在外面,造孽啊。 这可怎么办啊? 还好我听了广播,下来拿鸡蛋,不然,又是七栋。 打游戏的,不会是蒋成吧? 他就是游戏主播。 我拉了拉隔壁阿姨的衣角。 阿姨,那个小伙子叫什么呀? 好像叫蒋什么,就那个白白瘦瘦高高的,风一吹就要倒的那个小伙子,也不知道他这个体格,称不称得到救援人员来哦。 作孽啊! 说完,大姨就站起身,找了块木板,小姑娘你就在这好好休息,不要乱跑,我去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 周伯颜望着大姨离去的背影,似乎欲言又止。 我们一起去吧,我知道你也想去帮忙,没关系的,我的腿现在好多了,我们一起吧。 我扶着树,缓缓站了起来,虽然还是有点痛,但起码能慢慢走两步了。 周伯颜扶着我摇头,我立刻堵住他的拒绝,那里有比我受伤更严重,更需要帮助的人。 我们走吧,他见我心意已决,只好搀扶着我,朝不远处坍塌了一半的楼走去。 我们租住的这个小区,已经很老了,最高层有十二层。 我住的这栋是最倒霉的,在地震发生前,大楼就出现过楼板开裂的现象。 整个小区,我们这栋楼塌的最严重。 好在我的广播起了作用,大部住户都跑到篮球场了,只剩下一些没听到广播和少量没上班的年轻人。 我撑着周伯颜找来的木棍。 缓缓走到大楼前,看到一大群人围在被碎石掩盖,只露出一脚的电梯前,讨论着营救方案。 我走了进去,看到层层叠叠的碎石板里,有颗黑色的头露了出来。 我看着那颗化成灰都不会认错的头冷笑。 那颗头似乎感受到,有人不怀好意地盯着它,艰难地转过头,朝我的方向望了过来。 我怕它看不到,特意往前走了一步。 在看到它望向我完好无损的双腿时,眼底突然露出的,毫不掩饰的不敢置信,和随之而来的惊恐时,我突然反应过来,它也重生了。 讲成被压的情况很复杂,地震发生时,它正在电梯里,就是这么倒霉,在电梯门打开的那一秒钟里,楼塌了。 它的下半身被电梯门卡在了电梯箱里,上半身被层层叠叠的楼板压住了,那颗头,是邻居们搬开碎石后,勉强露出的呼吸空间。 看到这个熟悉的场景,我竟然有些想笑,它实在太像被压在五指山下的猴子了。 就是不知道这辈子,它能不能等到救它的唐僧。 舅舅我,我的腿好痛,蒋成扭过头看着我。 小冉,舅舅我,几个邻居见我和她认识,叫我上前安慰她,叫她撑住等待救援。 我狠狠掐了自己一把。 哦? 蒋成,你还好吗? 你一定要撑住啊,看着我越来越近的身影。 蒋成盯着我的腿,眼里露出惊疑不定的目光。 小冉。 你的腿怎么? 我的腿。 我的腿刚才不小心被压了会儿,好在就得及时,没什么大碍。 我刚出来就来找你了。 你还好吗? 痛不痛,我弯下腰,又掐了自己一把,泪眼朦胧地看着她被埋在废墟里的下半身。 蒋成的脸色因疼痛变得苍白,勉强牵起嘴角。 你去哪儿了? 刚才去找你。 你怎么不在家? 我听到广播,篮球场做活动抽奖,送电视机,我就下楼了,抽奖。 怎么会? 蒋成似乎有很多问题想问我,但压在他身上的水泥板,让他没有工夫去思考这些问题了。 我看向废墟里渐渐漫出的大片鲜血,再次现尽被压在石头里的回忆里。 蒋成,好好体验一下当年我经历的一切吧。 哄,大地又开始颤抖了。 快离开这儿。 余阵来了,我在周伯岩的搀扶下,跑向空地。 本就残破不堪的七号楼,在一阵又一阵的摇晃下,将最后半截楼板甩了下来,重重地砸到了电梯上。 啊,一阵响彻天地的哀嚎后,世界终于彻底平静下来。 此时救援队终于到了。 在余阵停息后,他们很快展开了救援工作,一个穿着蓝色救援服的小哥,拿着一个探测仪在蒋成周围测量着,在离蒋成一米左右的距离时,一气发出滴滴的警报声。 几个小哥拿着铲子,将电梯箱上和蒋成周围的碎石块铲走,在他的头旁边,清理出一个勉强能钻进去的洞。 一个身材纤细的小哥,系上绳子后钻了进去。 大概过了五分钟,地面上一个拿着一个方形机器的大叔,大喊一声,糟了。 里面还有一个,隔着人群,我没有上前凑热闹,隐隐约约听见,在电梯下方的电梯井里还有个人。 现场的气氛开始凝重起来,钻进洞里的小哥爬出后,朝旁边待命的医护人员大喊,快,给我止血的药。 里面那个男生腿受伤了,流了好多血,电梯井里还有个人,是个女生,我钻不进去,不知道什么情况,救援队长拿着扫描出的现场地形图,围在一起讨论救援方案。 其他的小哥拿着铲子,将进去的洞口扩大,让医护人员带着医疗箱钻了进去。 没一会儿,医生皱着眉头,满身尘土地爬了出来,他的情况很不好,电梯门卡得太紧,腿骨都露出来了,失血过多,再拖一会儿不要说腿了,人都不一定保得住,救援队长急得满头是汗,和专家激烈地讨论,不行,两个人都得救,救不了。 再拖下去两个人都得死,只能救一个,救谁,现场的气氛一度很凝重,所有人的脸色都很严肃,整个电梯箱有三分之二在电梯井里,倾斜了46度。 在电梯斜角和井壁中间有一块巨石,刚好卡在了两者中间,维持了一个微妙的,不牢固的平衡。 只要电梯稍有动弹,卡在中间的巨石就会掉落,砸到电梯井底下昏迷的女孩。 一块重达四五十公斤的石头,从四米处砸下,底下的人基本上必死无疑。 救援队商讨出两个救援方案。 第一种,因为电梯门是朝着电梯井里的,无法撬开门,只能在外面切断电梯箱体的后半截,快速插入支撑,再将前半截连着蒋成的部分箱体调出,蒋成的双腿不一定能保住, 但肯定可以活下来。 但失去半截电梯重量,那块石头能不能卡住,支撑能不能撑住,谁都无法保证。 第二种,不动电梯,在电梯井1.5米处打洞,一点点凿到4米下电梯井,将底下的女孩救出,再调出电梯就讲成。 但这种方案,根据现场情况保守估计,在没有余震,没有特殊情况下,最少要五个小时。 五个小时? 你们开什么玩笑? 五个小时,他都湿血成干湿了,医护人员将吸满血的纱布,甩到他们面前。 红色的血珠溅在了在场所有人的脚上。 众人沉默,最终救援队长叫物业联系双方的家人。 嘟嘟嘟,可惜,都无人接通。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,不能再等了。 他不行了,医护人员从废墟里探出半个身子,白大褂被鲜血染红。 电梯警里的姑娘是四楼白家的小姑娘,从小就有心脏病,身体一直不太好,看了好多医院,都说活不过二十六岁,物业叹了口气。 白家? 我问物业,是那个叫白情的女孩子吗? 物业点头。 这世界可真小。 上辈子我刷短视频时,经常会刷到一个女孩子,拍摄自己作为心脏病患者的日常。 她长相可爱甜美,引起了很多粉丝心疼,每晚直播时,给她不停地刷礼物。 但没过几年,被人爆出,她立人设卖惨,她的心脏病早就治好了,却打着捐款治病的名义,拿着粉丝的钱,去买奢侈品包包,和讲成简直是一个套路。 这个人就是白情。 这辈子,两人都被困在这儿,还是这种特殊情况,有意思。 物业说那番话的意思,大家都明白,可没人敢说出口。 一个二十多岁名校毕业,年轻力壮的小伙子,和一个二十多,有心脏病活不了两年的小姑娘,该怎么选择? 这时电梯井里突然传出拍打声。 救我!救我! 我才做完手术,医生说我可以活很久,电梯井底下传出一道间隙的声音。 是电梯底下那个姑娘白情,她不知何时醒了过来,发现自己被埋后,惊恐地疯狂拍打着电梯井,救我。 快把我拉上去。 听到没有,救援小哥钻进洞里安抚她。 别怕,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,你们放屁。 别以为我没听到,刚才你们还说要用石头砸死我,救援队长解释,没有没有,我们是在商量解决方案,还没决定好用哪一个,那你们快决定啊。 快救我上去。 那个男的,血都流到我这儿了,早就死了。 管他干嘛,白情越来越惊恐,不断地拍打,导致碎石滚落,引起一阵又一阵的尖叫。 可还没等救援队最终决定,他突然捂着心脏晕倒了。 两人的情况都不太好,医生说现在按照这形式,他们两个都撑不了五个小时。 时间紧迫,救援队只能按照先进后远,先赚后弱,先抢救生还希望大。 救援难度小的讲成。 切割机和千斤顶同时进场,救援队一边切开电梯箱体,一边在露出足够大的缝隙时,将千斤顶等固定的东西,伸进电梯箱底下的巨石附近。 但愿这些东西能撑住那块摇摇欲坠的石头。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,现场紧张的,只剩下滋滋作响的切割声。 二十分钟后,电梯即将完全切断,吊车和医护人员在一旁待命。 吊车慢点。 保持这个角度。 千斤顶举声速度跟紧,随着咔嚓一声响,连着蒋城的前半截电梯相提,被吊车拉了上来,众人紧张地盯着剩下的半截电梯,摇千斤顶举声臂的小哥,手都要摇出影子了。 轰,一声巨响,地面的废墟微微颤抖,我的心也跟着抖了一下,狠狠地喘了一口气。 巨响过后,我隐约听见一声微弱的哀嚎从底下传来,我缓缓睁开眼,发现剩下的半截车厢不见踪影,我倒吸一口凉气,听到救援队和医护人员传来的惊呼声。 我不敢上前,怕再次看见惨烈的景象,很快,彻底掉下去的电梯和巨石都被吊车吊了上来,一阵嘈杂慌乱,快抢救。 快止血,彻底拿过来,一股浓郁的铁锈味,夹在漫天黄尘里,涌入我的鼻尖。 一双手捂住了我的眼睛,别看,还没等我睁开眼,世界再次一阵摇晃。 轰隆隆,砰砰,满天飞舞的黄尘,熏得人睁不开眼。 鱼震来了,堆积如山的水泥块不断滚落,砸到开裂的地面上。 碎成无数块,建设到奔跑的人群里。 我和周伯岩站在黎丹园楼不远的地方,他拉着我拼命往外跑,碎石不断滚到脚边。 没跑几步,我就不小心,被一块砸到我脚下的石头绊倒了。 没等我爬起来,我突然看到,地面在我眼皮子底下缓缓裂开一道黑色的缝隙。 轰,一阵连绵不断地聚响后。 欣然。 跑。 我抬头一看,周伯岩目自欲裂,惊恐地看向我身后。 我还没来得及回头看看是怎么回事,失重感突如其来,只记得最后纳幕。 夕阳下,漫天飞尘中,周伯岩逆着光朝我伸出手。 他跳了下来。 思,我捂着隐隐作痛的腿,坐了起来,想起刚才纳幕,心下一阵慌乱。 周伯岩。 你在哪儿? 一片漆黑中,我摸到了身下一片柔软。 周伯岩。 我找出手机打开电筒,发现我被他护在怀里,他躺在地上不知生死。 周伯岩。 你别吓我。 我颤抖着手,叹了叹他的鼻息,感觉不到气流。 呜呜,你别吓我。 我趴在他胸口,屏住呼吸仔细听着, 不知是不是我没找准位置,半天都没听到心跳声。 呜呜,周伯岩,极度的恐慌中,我的头突然被轻轻抚摸了下。 别哭,没死呢,不用这么早哭丧。 呜,我边哭边笑,吓死我了你。 重来一次,如果他再次为了救我而死,那我重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 借着手机的光亮,我发现,我们被压在几块水泥板下,我朝前爬了几步,在缝隙中抬头向上望,一个巨大的洞口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 原来是地线。 上辈子这个时间,我应该还在昏迷中,关于地震的很多细节我并不清楚,后面为了不刺激我,周围的医护人员也没有向我提起过地震的情况。 如果知道有地线,我一定不会让周博言带我来这里。 我懊恼地垂了垂头。 别怕,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,周博言以为我害怕。 他拉折我,在层层叠叠的石板中找到一个相对稳固的墙角,我们一起坐在墙角边,每隔一会儿就用砖头敲击铁管。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。 咕咕,黑暗中,我的肚子唱起了空城记。 从昨晚到现在,我已经接近二三十个小时,没有喝水进食了。 一旁的周博言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,拿出了一块巧克力,吃点点点,我接了过来,掰了一半还给他。 这时,我们头上突然传来一阵震动,似乎有人在救援,细碎的灰尘碎石不停地掉落。 底下有人吗?头顶隐隐约约有人喊道。 有人,我捡了块砖头,用力敲打一旁的铁管,稀稀缩缩的尘土落了满头。 底下的同志,你们再坚持一会儿。 大概还需要四五个小时。 撑住,我大声喊道,好的。 我们会坚持住的,世界安静下来,只剩下头顶上嗡嗡作响的机器,运转声。 戴上吧,周博言将头盔脱下来,扣在了我的头上。 我摇了摇头,不要,你戴好。 他微微用力按住我的头,将头盔上的扣子系紧。 听话,我抬头看到,他在黑暗中依然温柔坚定的眼神。 透过头盔的袋子,他突然低头看着我,可能没机会了,但我还是想再说一次。 朱兴然,我喜欢你,很久很久了。 我正正地问道,很久,有多久? 周博言看着我,眼睛亮晶晶的,嘴角弯了弯,可能从高一那次,撞见你翻墙逃课开始吧。 我在学生会,正好负责每周五下午的巡查,每次都能看见你从学校后门翻墙出去,我恍然大悟,原来是你。 我说高一为什么每次翻墙都被通报? 你喜欢我,还记我名字,我哼了一声。 他咳了两声,又板着脸,这不是为了让你记住我吗? 高二开始,我每周都会给你写一封情书,拜托你的邻居蒋成带给你。 可惜,一直没有收到你的回信,周博言垂着头,看起来有些难过。 我却震惊不已,抓住他的手问道,结尾落款Z的信,对吗? 他点点头。 呵,我冷笑出声。 好你个蒋成,我这十几年的青春算是为了狗了。 连仅有的那点美好回忆,都是你冒名顶替的。 怎么了?周博言有些担忧? 蒋成给信我的时候,说那是他亲手写的,说他暗恋我好久了,为了追我,他每周都会写一封情书给我。 你是不是还送了很多礼物给我? 小王子的水晶球,玫瑰发家,还有大姨妈抽屉里的红糖水,越想我越气,那些情书里的虚寒问暖,和完美切中我喜好的礼物,全都是蒋成冒名顶替的。 怪不得我好几次问他在哪里买的,他都说不出来,但是已至此,一切都无法挽回了。 对不起,我以为那是蒋成送的,答应,不,这辈子的我还没答应他。 别生气了,周博言摸摸我的头,那从今天开始,我再重新追你,扑,我还没来得及点头,周博言突然吐出了一口鲜血。 你怎么了?你别吓我,我颤颤巍巍地打开手电,看到他捂着肚子倒了下去。 我这才发现,他左侧小腹的位置被一根钢筋贯穿,顶破了他的衣服,鲜红的血,染红了他的白衬衣。 原来刚才,他一直强忍遮剧烈的疼痛。 呜呜呜,你别吓我,我害怕得想捂住他的伤口,又不敢下手。 我慌乱地拿着砖头,拼命敲击铁管,救命啊!救命!这里有人受伤了。 呜呜,舅舅我们,顶上的救援人员听到我的呼喊,询问了我们的情况,我将周博言的伤口描述给他们。 一个医疗箱被投放下来,我钻进一层又一层的水泥板里,在缝隙中找到了医疗箱,但箱子太大拿不进来。 我咬着牙,将手从缝隙中挤了出去,皮肉被尖锐粗糙的石块刮破。 我把箱子打开,将里面的东西,一样样从缝隙里拿进来。 手在一次次的摩擦挤压中变得血肉模糊,我在衣服上擦了擦,怕血滴在纱布上弄脏了。 等东西都拿完了,我回到已经快昏迷的周博言身旁,按照刚才救援人员的嘱咐,清洗伤口,倒上止血药,再取了两粒止疼药味给他。 吃了药就不疼了,我颤抖着将药塞进他的嘴里。 你的手受伤了,周博言发现了嘴里的药沾了血腥味。 他吃力地将地上的纸穴药拿起来,想给我上药,虚弱的手,举起又落下,执着地试了一次又一次。 我自己来,你撑住,我求你了,我哭喊着,按照流程给自己的手,消毒上药纸穴。 直到缠上纱布,紧盯着我的周博言,才深呼一口气,欣然,对不起,我可能要食言了,不能再,重新追你,每天写,情书,周博言肉眼可见的越来越虚弱。 说话断断续续,不,我不管,你刚才说好的,要重新追我,等我们出去了。 你每天都要给我写情书,每天都要给我送礼物,我轻轻捂住他的嘴,不准他说那些不吉利的话。 我不断敲击铁管催促,救救我们。 他流了好多血。 救救他,我哭咽着,让周博言靠在我身上,不停地喊着他的名字,周博言。 我在,周博言。 在,周博言。 嗯,不知过了多久,他的回应越来越弱。 我的手心突然被塞了个什么东西。 我举起一看,是刚才我还给他的半块巧克力。 饿了,吃。 周博言强撑着说完最后一句话,彻底昏了过去。 这时,救援队终于移开了我们头顶的水泥板。 我们获救了。 这次的地震为6.5级,发生过三次余震。 上辈子我所在的小区,算是损失和伤亡最严重的地方。 主要原因就是我们那栋楼,在施工时偷工减料。 楼板在地震前,就出现了开裂现象。 小区的业主们找开发商讨了好几次说法,都没要到个解决方案。 直到地震的发生,伤亡引起了上级重视,相关人员被停职调查。 这一次因为我的广播,大部分居民都及时疏散到篮球场了,但仍然有十多人死亡和几十名没有出门的居民,不同程度受伤。 我和周博言被救出后,一起送到了医院,他立刻被推进了手术室,我守在门外。 路过的护士小姐看不下去。 拿来纱布和消毒水,重新帮我包扎右手。 一直到天大亮,手术室的灯才熄灭,医生走出来,告诉我,小伙子很幸运,钢肌没有伤到重要器官,手术很成功,等二十四小时观察期过后,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。 我松了一口气。 第二天,周博言被转入普通病房,我被允许进去探视了。 我进去的时候,他已经醒了,正浅笑着看着我,吓坏了吧,我顿时忍不住哭了出来。 这惊心动魄的两天,和上辈子的恐惧,积压在一起,终于释放了出来。 周博言吃力地举起手,在我眼前摊开,一块眼熟的巧克力躺在他手心,别哭,请你吃糖,呜呜呜。 你怎么还攥着这块糖,嗨嗨,红米,他咳了两声,脏兮兮的脸上含着笑,温柔地看着我。 再次见到蒋成,是在手机推送的新闻上。 唐山地震在线,救他?还是救他,二十岁心脏病妙龄少女,牺牲自己拯救青年小伙。 在新闻里,我了解到那天的情况,白晴很幸运,在那块石头下活了下来,虽然还在重症监护室,没有脱离危险。 而蒋成就没有那么好运了,他的双腿没了,右手也被石头砸伤,失去了三根手指,不过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 我搬到了周博言这个城市的另一处房子,再后安置,有关部门给出了两个选择。 一、领取补贴,自行解决住宿问题,等候灾后重建。 二、免费住在统一的安置楼,等待灾后重建再搬。 我选择了第一个,安置点位置太偏了,离公司很远。 周博言就是这个时候提的,你要不住我那儿。 我在城区还有一套房,离你公司不远,我本想拒绝,但是我所有的家当都埋在废墟了,补贴没那么快下来,身上没什么钱。 如果重新租房,是一笔很大的开销。 就当合租,你付三百租金就可以了。 我看着他微红的脸,真诚地说了声,谢谢你,一切慢慢走上正轨。 我开始上班了,和周博言在合租的相处中,感情日渐升温,他每天都会手写一封信给我,出门总会记得给我带小礼物。 我们都快忘记蒋成这个人了。 直到在某天刷短视频时,我竟然又看到他了。 这个视频里,不仅有他,还有白晴。 我习惯每天五点半起床,因为澄澄每天这个时候,有上厕所的习惯,我会抱他到轮椅上,推着他到厕所。 哈哈,我都快练出肌肉了。 等他睡回笼觉时,我就去菜市场买菜回来,给他炖个猪脚汤,再做个包子,等他醒来就可以吃了。 这猪脚汤,香得嘞,视频里,瘦弱的白晴,吃力的一个人,把只剩半截的蒋成抱到轮椅上,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。 中午吃完饭,我会推着澄澄到楼下的花园转一转,晒晒太阳。 等晒完太阳,澄澄会午睡一会儿,我就趁这个时候打扫卫生,把家里的衣服都洗了, 在准备晚饭,一个人在狭小的房里搞卫生。 吃完饭,我会给澄澄按摩一下大腿,为了给他按摩,我还特意去医院学习了呢。 视频里,白晴把蒋成的裤腿撸了上去,露出了疤痕累累的残腿。 整个画面,只剩下白晴白嫩的双手和蒋成坑坑洼洼的残腿。 我点进视频的主页,账号名字叫《晴天一定成》,已经发布了一百多个视频,有五十多万粉丝了。 这一百多个视频,基本上都是刚才看到的那种风格,以白晴为主角,记录了她是如何照顾蒋成的。 一个有心脏病长下可爱的瘦弱女孩,照顾一个失去双腿的男人,一个牺牲自己,拯救他人的伟大女英雄,在康复后,再次回去拯救那个失去双腿的绝望男人。 救赎与被救赎的爱情,注定会走上舆论巅峰。 我刷到的那个视频,很快上了热搜,账号一页涨粉两百万。 铺天盖地的新闻,报道这一段感天动地的圣洁爱情。 网上所有人,都在为这段不离不弃的爱情落泪。 白晴被网友赋予了深情小姐的名号。 看到这,我简直要笑出声了。 多么熟悉的套路啊,多么熟悉的剧情啊。 上辈子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,这次在蒋成那里重演了。 蒋成,当角色对调,你还能笑得出来吗? 一夜爆红后,白晴发了一条公告。 明天下午两点,成成要去医院复健,大家来直播间为成成加油打气吧。 第二天,我跟着直播间上的定位,找到了蒋成复健的医院。 我到复健厅时,门口已经围了不少慕名而来的粉丝。 他们拉着横幅,成成加油。 风雨过后,一定有晴天,他们甚至还带了灯牌和加油的手掌。 蒋成双手撑在杆子上,颤颤巍巍地撑了起来。 人群里发出热烈的鼓掌声,成成加油,白晴站在镜头前,擦了擦眼角的泪。 咚一声,蒋成没有撑住,摔倒在海绵垫上。 他的右手只剩下两根手指了,很难长时间撑住。 他倒在地上,宽大的五分运动裤翻了上去,露出了坑坑洼洼的残腿。 他的残腿只剩下半个大腿,表面有很多凹陷的坑洞,远看去像个被侵蚀的蚁巢。 他的腿好恶心啊,人群里不知是哪个假粉丝小声说道。 我看见蒋成瞬间煞白的脸,死死攥紧的拳头,他快速将裤腿翻了下去,吃力地用手撑在地上,想直起来。 但还没掌握平衡技巧的他,爬起来又倒下,像个被人不断按倒又弹起的不倒翁。 人群里有人被逗乐了,发出阵阵笑声,哈哈哈哈。 他好搞笑啊,我也跟着笑了起来,笑着笑着,眼眶却控制不住地红了。 那一瞬间,可能是命运吧,他侧头看见了站在角落里的我。 蒋成,搞笑吗? 这就是你上辈子对我做过的事啊,他本就没有血色的脸,看见我,嘴型那刻变得惨白。 我笑了笑,比了个手势,加油,祝你好运,后来,我不想再关注蒋成了,但扛不住大数据的推送。 我隔几天就能刷到他的视频,镜头下的他,神情越来越阴郁,身形也日益销售。 每晚直播间里,他的话越来越少。 粉丝们,还有不明真相的路人,心疼白晴一个女孩子要照顾残疾男朋友,还要赚钱给自己看心脏病,每次直播都会刷很多礼物。 到后面,有粉丝建议白晴直播带货赚钱改善生活。 白晴便顺水推舟了,此后,直播间里就只剩他一个人,对着镜头一边擦眼泪,一边上链接了。 再回想起上辈子的一切,我就像糊了一嘴狗屎,吞不下去,吐不出来。 我一想到,上辈子蒋成站着周伯颜的付出和我在一起,我还在地震房子倒塌前一秒,将他推出去,他隐瞒我的求救生,冒领周伯颜救我的功劳。 天真的我,临死都以为,别人口中那个为了找我,把手都挖出血的人是他。 还有,他用我的残疾拍视频,我还真的信了他的鬼话,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。 真正爱我的人,连为我擦眼泪都要用最柔软的纸,怎么可能舍得,将我的自尊心摆在镜头前见他。 我带着周伯颜一起去医院看望蒋成,看到我们手牵手站在他面前,蒋成的脸色难看极了。 住兴染,你这次为什么不救我?我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,都怪你。 要不是你,现在在外面花钱的人,就是我了。 我看了眼病房角落堆满的奢侈品女包,凑近她耳边。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记得,上辈子在楼榻她的前一秒,我是可以跑出去的? 是你甩开了我? 还有,在我被埋在废墟里,我大声呼救,你听到了,对吧? 救援队问你有没有人求救,是你说的没有? 别以为我不知道,我的腿是可以治好的,是你和我的主治医生一起,把我的腿弄断的,讲成惨白这脸说不出话。 这一切,是你上辈子就应得的,周伯岩隐约猜到了什么,他什么也没问,只是心疼地摸了摸我的头。 这次有我,别怕,在后来,我在周伯岩的陪伴下,渐渐走出了地震的阴影。 而蒋成没有了生存能力,只能依附于白情,任他摆弄,看着白情利用他的残疾,赚得盆满钵满,在外面花天酒地,还不敢跟他吵架,生怕他心脏病复发,连唯一的依靠都没了。 而我,已经不在乎蒋成过得怎么样了。 毕竟我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 的笑 気阳 的会 SCHB 的考古